好 接下来呢 看书 看车 买车 卖车 2022年成都国际新车展览会来了 作为中国四大A级车展之一 这次车展引起了非常大的关注 山东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汽车生活帮 我们呢 也作为受邀媒体参加了媒体日的活动 咱们一起到现场去开一开 本届成都国际车展 共汇聚128个汽车品牌 展出1600多台汽车行业优质整车 开幕首日 众多豪华及中高端汽车品牌 携首发新车亮相 据了解 新车发布会共72场 揭幕首发车型92款 这款车的话是我们梅塞德斯奔驰 全新EVA平台的纯电车型EQE 350 然后这个先锋版的话 它的纯电续航的话是752公里 然后四门无框车门也是缩小版的EQS 风阻系数的话只有0.22 也是达到了市面上很高的一个水平 本次成都车展 梅塞德斯奔驰共有6款新车上市 除了全新EQE 还包括C350EL插电式混合动力运动轿车 厂家相关负责人表示 奔驰正在全面加速 全面电动在中国的布局发展 众多业内人士介绍 随着目前国内市场迎来 从政策驱动向产品驱动的转变 众多传统车企和造车新势力 纷纷在新能源车型的配置 和智能化上做文章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全新的唐DMP这款车 然后的话 它这个车的最大的亮点是什么 主要是升级了我们的6座 然后它6座的亮点是什么 多了一个座椅通风 座椅加热和座椅按摩 更接近我们商务应酬的一个需求点 还有就是我们的那个续航里程 之前的话 我们那个唐DMI的一个车型的话 是112公里 但现在的话是242公里的一个续航里程 全系搭载的是一个四驱系统 我们M7这款车的话 它也是跟M5一样 同样是使用了我们的人脸识别账号登录的一个功能 它也是可以识别车主和其他授权人的一个信息 另外如果其他成员使用这款车辆 只能使用一个反客模式 极大的保证咱们的一个隐私安全 另外的话像我们车机系统也是 3.0版本之后会多一些功能 像我们的超级桌面这样的一个功能 它就是可以使我们的手机上车之后无感连接 让我们手机上所有应用 都可以在车机上进行一个使用 福特本身从1914年开始做电动车 所以说它针对于电动车的技术各方面 是更多的一些技术储备 同时福特现在也是经电动部门 进行足迹的一个开始分离出来 它对后期的话会推出更多车型 来进行一个完善市场的一个布局 本次的成都车展将会持续到9月4号 有时间的朋友可以去关注一下